好創下我們剛剛看到是美國前國防部長艾斯培 強調加速武裝台灣 而且眾院準備兵推台海戰爭 其實雖然昨天呢 阿基米洛呢 印太司令阿基米洛在聽證會上直接講說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說服習近平 讓習近平和解放軍了解到 入侵台灣絕對是一個糟糕的選擇 但是呢 其實美國人還有全世界很多人心裡有數 這個叫做對牛彈琴 因為習近平可能聽不懂 習近平還是有可能會叫入侵台灣 所以呢 其實美國真正要做的事情 就是像阿基米洛所講的 一定會反制 而且會獲勝 然後這裡面呢 包含的是剛剛講到的是艾斯培有講話了 然後呢 前國安部員博明呢 還是預判 在十年之內 習近平攻打台灣的機率 超過百分之五十 因為習近平 對於中國內部來講 他只剩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就像呼呼做呆吉一樣 只剩下一句口號了 而這個口號裡面呢 只剩下就是武統台灣 變成他唯一的成績單 所以他認為說習近平在這個情況之下 十年之內攻打台灣的機率 還是很高的 而且呢 攻打台灣呢 全世界也有很多人開始警告 你其他各國 不要以為你可以置身事外 所以呢 以前蓬佩奧辦公室裡面的余茂春 接受印度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特別講出來 以習近平和中國的這樣一個擴張 攻打台灣 將會是中國一連串侵略的一個開單 而印度 因為跟中國有那麼多的整個紛爭 印度會是下一個中國想要侵略的一個目標 而且呢 他也講到說 所以呢 要求印度要理解到 你們其實印度跟台灣 這要站在同一個線上的 也認為印度應該要加進來 關切台灣 保衛台灣 而且他還跟印度喊話說 美國和盟友是有這個信心 絕對可以獲勝的 可是這要怎麼獲勝呢 你要怎麼去處理呢 所以美國除了開設聽證會之外呢 美國不是有那個加拉格爾啊 他不是中國對共產黨的一個戰略競爭 特別委員會嗎 決定 本週要舉行一個模擬兵推 而這個模擬兵推 要特別的就是 如果習近平攻打台灣的時候 裡面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呢 所有的美國議員 因為他是跨黨派的 都能夠在這個兵推裡面 理解到 認清楚說 原來潛在的各種的兵推裡面 各種的攻擊方式 全方位的綜合性的 各種侵略是怎麼回事 第二個呢 因為他們這些眾議員都有參議員啊 所以也對於各種的 不只是軍事上的 還可能有信息散的 還有紅色滲透的 還有各方面的 所以呢 美國的眾議員可以 更清楚的透過這次兵推 美國的國會 可以更清晰的 直接了解到幫助台灣 有什麼樣的法律條件 有什麼樣的法令 還有什麼樣的 行政上的催促 才可以更具體的達成 然後呢 剛剛看到的就是那個軍委會的主席呢 羅傑斯呢 還特別強調說 其實你要去檢查 中國這十年來軍費增加了兩倍 要武揚威 對外擴張越來越毫無介智 所以美國過去的邏輯是錯誤的 美國過去認為說五角大廈或白宮等位說 可以有十年的時間 二十年的時間 慢慢來準備 他說錯了 現在美國要面對習近平就知道 Right now 立刻美國就要做好這些準備 因為呢 習近平真的是想盡辦法 都要來攻打台灣 而最近呢 其實在美國和全世界都討論了非常多的 就是有人把美國的情報部門的機密文件 給拿出來了 裡面有一件事情 就跟台灣息息相關 那個呢 那是美國的裡面的機密文件 發現說 乃至於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 就是專門轉換那些間諜衛星的 在上海網內 大概650公里處的一個中國的空軍基地 照到了 是用火箭作為推動引擎 這樣的一個整個無針8 這樣的一個無人機 而這無針8用火箭推動 所以它的速度可能可以高達 到達超過音速 然後呢 它會飛到30公里的高空 所謂的飛到30公里的高空呢 這代表的是 我們台灣呢 也打不到 因為這樣打不到之後 很快的就直接飛到不上空 搭配著空6K 變成一個空中作戰 監察和指揮的平台 這個 而且可以直接的把台灣下面給開開 所以這對台灣的威脅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除此之外呢 中國呢 其實就是表現說 誰呢 都不能幫助台灣 所以呢 我們講說 不是透露嗎 400枚魚叉飛彈 中國又再一次 要制裁 弱馬和雷神了 它已經不知道多少次的制裁 弱馬和雷神 可是中國這個態度 還是非常的強硬的 而強硬到什麼程度呢 20日 它就是今天開始呢 上午9點30分 到下午3點呢 又在珠江口 又跟上司在整個北部灣 在黃海這邊一樣 又要做一個實彈的軍演 但其實美國已經預判 這東西不是在內海而已 就是做一個包圍台灣 然後這樣的一個 模棱操演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中國內部裡面呢 其實還在不斷的搭內宣 說呢那個什麼 李敏茲航空母艦 是被山東艦給嚇到了 趕快離開著 但是他們光媒在這樣大肆宣傳的時候 中國內部還有一個 腦袋還算清楚的軍事專家 叫做李傑 在北京裡面示警說 其實你看到 習近平他們在一直做這些動作 然後看起來好像是非常的強大 展現他們有區域制止反介入的能力 可是 其實他實際的觀察 美國反而是在這個時候 不管是菲律賓 不管是日本 不管是12處的島 開始要部署火箭 這個部分 部署長城飛彈 其實 美國反而利用這個機會 針對區域制止反介入 習近平的戰略 開始在東海 在南海 進行戰略部署 其實中國反而極其可為 但是 我擔心的是 他講這種話 很可能 很快的 在中國那邊 就會被消音了